这个只是记忆层面 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当下的人去利用这些传统的这种记忆 和传统这个传世下来的这种 不被人看好的 或者是不被人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呢 那我把它通过这两种方式 把它结合到一起 呈现成我作品的一种模式 这可能也是最近八九年时间的时候 研究的一个方向 因为它对于我来讲 可能在我做这个行业以来 它只是一个研究的一个领域 它涉及到很多 只不过是现在可能大家看到的 过多的是我最近的一些研究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你要想让普通人或者是让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是跟他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他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呢 可能让一个门类或者让一个记忆呢 让社会知道 你就像菜纳 菜纳就是陶瓷 陶瓷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 他都知道 菜纳是什么意思 但是一说到七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对 或者是概念是混淆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就是从业者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行业里边有资深的社会的各方面力量呢 共同去做这个事情 让它有一个认知和一个推广的一个路径 就是说就是载道这个也好 或者是金蚀这也好 它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形式呢 让人知道七文化是什么 那通过让这些参与者和一些年轻人或者社会的有需求的人 真正利用到中国的这种老的文化 还跟当下今天的生活还在发生关系 那你这个如果找对的时候 那大家自然而然会对这个事情会感兴趣 会了解它 会认知它 这个时候它就是对于七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很简单 目的很单纯 就是为了考学 对吧 但是呢 要考到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对那个 咱们那年代就是很难考的 对吧 否则的话 这个是不成立的 因为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反映到当下的咱们一些做设计的教育体系 就很多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图 或者很好的一个想法 它没有工艺 它转换不过来 它转换不过来 它就拿着图去找工厂 找其他人加工 出来的东西 它肯定是要损失 要损失很多 它可能如果能还原到你50%的一个状态 那已经很好的一个替你的加工 加工的外延厂或什么 它实际上它会损失 所以你就原本的东西 到最后转换 它会上市掉 因为这个怎么讲呢 就手工艺的东西 尤其明显 就是说它时间周期很长 就是说你瞬间有的一些想法 到最后变成一个现实 它可能经历很长时间 但是你中间的环节 你在经过别人的手的时候 它出来的东西可能跑偏的很多 除非这个团队一直在跟你在 在不断的打磨 不断的结合 它给你做一些辅助的东西 你这个时候才能成天 这种传统手工艺 在前几年你去看的时候 那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 研习的清代的一些 宫廷式的一些做法 但是它没有再往下走 它跟当下的这个时代 没有发生关联性 这可能也跟主导的一些事情有关系 就是说真正传统的记忆和生活 有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去审视 你去看待查一些资料 真是没有这种口号性 它大部分都是以这种 就是说所谓的是礼仪性的或者是旅游纪念品的形式去呈现 而不是说以这个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呈现 每个窑口每个时代的东西 你上手的时候是不一样 它传递给你的一些信息完全是不同的 但是它有内在的对美的追求的内在的东西 这是艺术里边就是至关重要的一些东西 但是你首先要提前一个条件 你要能读懂它 你在读懂它的时候 你在去跟它对话的时候 它会给你提示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信息 它需要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你能沉得出气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能喜行于事 如果你就是光靠着急的话 这东西是出不来 你光着急不去努力也是出不来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很磨人性的一个古老记忆 但是呢 它也是很对人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修行有很多种 这可能做我这个行业也是一种修行 就是你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或者你自己有很好的一个想法呢 你会在内心里去翻涌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瞬间就是在脑里边已经成型 你就顺着做就够了 但是你要每次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要想到最后的那个结果就完了 这过程实际上是很漫长的 对于一个 结果要放下是吧 一般期的周期是三个月左右 但是我一般做都是半年一年的 那你想你要如何能保持这种激情不被磨灭啊 这个需要有方法 同时呢 你还要能稳得住 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 这个时候你要盘算每一个步骤 规划每一个步骤 能达到你想要